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种方法要是有用的话 世界上早没人抽烟了 事情得从孟泽的亲身经历说起 孟泽是2014年学会的抽烟 可能和大多数烟民一样 因为当时遇到了一些不顺心的事情 身边又正好有抽烟的朋友 自己也就在不知不觉间成了烟民 这一抽就是四年 时间来到了2018年秋天 孟泽因为贪凉 睡觉时开了一晚上的空调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背部剧烈疼痛 然后上网一搜 肺癌两字映入眼帘 吓得我赶紧去了趟医院做检查 医生给拍了个X光 拍完后问诊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不是抽烟 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 吓得我从头凉到脚 心想这下完了 肯定是肺癌没得跑了 谁知医生话头一转 以后少抽点烟啊 肺部都有纹路了 一次现在看来挺搞笑的经历 让我意识到 烟还真的得尽早戒了 从那以后 孟泽便开始了戒烟 忍耐 复吸的无尽循环 其间什么方法都用过 就是不见成效 直到19年初 孟泽在网上无意间看到了一本名为 这书能让你戒烟的书 于是立刻买下来仔细研读起来 反复看了几遍之后 孟泽突然发现 自己竟然不像以前那么依赖香烟了 这么好的东西不能独享啊 于是孟泽立刻将这本书 做成了视频分享出去 当时因为某些原因 B站的审查没能通过 便只将视频上传上了油管 和一些其他的国内自媒体平台 其实在做那期视频的时候 孟泽还没能完全戒掉烟 只是比以前抽的少了 之后好多朋友在留言区告诉我 自己多年的烟影 就是靠这本书戒掉的 还有些朋友在看完视频后 会私信我 询问我一些关于戒烟的问题 于是这两年 孟泽就在陆陆续续的帮人家戒烟 不可思议的是 孟泽就是在这种帮人戒烟的过程中 自己完全戒掉了烟 上周一位朋友联系我说 两年前看了我的视频后 不仅自己戒掉了烟 还用书中的理论 帮抽了30多年烟的父亲 也成功戒掉了烟 想加我微信给我发个红包 红包我是拒绝了 但这件事情让我决心 再做一期戒烟视频 这次孟泽带上自己戒烟成功后的 亲身体会 力求用最简单清晰的逻辑 帮您迅速掌握戒烟的核心要诀 如果您不抽烟的话 也请将这个视频 转发给身边那些抽烟的亲朋好友 也许他从此就能摆脱烟影的困扰 本视频的主要内容 来自于亚伦卡尔的 这书能让你戒烟 如果你也有看过的好书想推荐给大家 请在弹幕或留言处告诉我 孟泽替你讲给大家听 这书能让你戒烟 共216页 直接阅读理解书中的内容 大约需要花费你4个小时的时间 孟泽将书中的主要内容 结合自身的理解和观点 浓缩为10分钟左右的视频 帮您节约时间 在此特地讨个赞 您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 1.轻松戒烟法 本书的作者亚伦卡尔 之前是个普通的会计师 重度烟影者 巅峰时期平均每天要抽100支烟 他因为长期吸烟 健康状况急剧下降 30岁就得了静脉曲张 甚至动作稍微快一点 就会感到头晕目眩 和所有的烟明一样 他也先后尝试了各种戒烟方法 什么减量戒烟法 替代戒烟法等等 但无一例外 均以失败而告终 卡尔的父亲也是个老烟枪 在50岁时罹患肺癌 不幸去世 这件事在给卡尔带来打击的同时 也让他重新省失了自己的烟影 经过细致分析 卡尔发现烟影实际上 是由尼古丁和社会因素 交织而成的一个巨大的循环陷阱 尼古丁让你产生生理依赖 社会因素则给你疯狂洗脑 教你如何合理化你的吸烟行为 而当今所有的戒烟方法 均是治标不治本 站在漩涡内与水流搏斗 注定遍体鳞伤 唯有跳出漩涡 给它以降为打击 才能根治烟影 想通这一点后 卡尔不仅自己成功戒了烟 还开发出了一套轻松戒烟法 通过带领大家认识烟影本质 提升认知维度 来达到无痛戒烟的目的 纯粹用魔法打败了魔法 随后他便辞去了会计师的工作 在世界各地创办了戒烟诊所 并将这套认知升级戒烟法 系统的整理成策 拒布完全统计 亚伦卡尔通过他的书和戒烟诊所 几十年来已经帮助 一千多万人成功戒烟 下面我们就来跟随作者的脚步 先来认识两种烟影的本质 二 生理烟影 众所周知 香烟里有一种物质叫尼古丁 严格来说 尼古丁就是一种毒品 因为它的上瘾机制和海龙是一模一样的 当你点燃香烟 并将烟雾吸进肺部时 烟雾中70%的尼古丁会被肺部吸收 其中四分之一的量 会在几秒内进入大脑 并刺激大脑分泌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 这种物质会让你的大脑产生愉悦感 据研究表明 尼古丁激发愉悦感的速度 甚至比静脉注射海龙还要快 但是为什么国家要禁止海龙 却不禁止尼古丁呢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更合理的解释是 尼古丁虽然具有毒品的属性 但其代谢速度极快 且容易戒掉 当你吸完一根烟半小时后 体内的尼古丁含量就减半了 你只要21天不碰香烟 你对尼古丁的生理依赖就会完全消失 这么看来其实戒烟也不难 但是就在你体内尼古丁减少的同时 你大脑分泌的多巴胺也会随之减少 进而愉悦感下降 为了维持这种愉悦感 你就会不由自主的想再抽一根烟 这其实就是生理烟影的本质了 就像你在看宅武区看得正开心时 我突然拿走你的手机 强塞给你一本母猪的产后护理 这种极大的落差感 会让你抓耳挠塞不知所措 既然戒除生理烟影只需21天 那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 成功戒烟半年一年后再复习呢 因为比起生理烟影 心理烟影才是戒烟的关键所在 1957年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利昂·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 即当一个人的认知和行为出现矛盾时 会导致心理紧张 为了缓解这种紧张 人就会改变认知或行为 来使其恢复至平衡状态 其实每个烟民都知道 吸烟有害身体健康 这时认知就和行为产生了矛盾 既然吸烟这种行为 一时半会儿戒不掉 为了缓和这种矛盾 那就干脆改变自己的认知吧 这个改变认知 以适应行为的过程 心理学上叫合理化 其实说白了 就是烟民们为了抽烟行为 找到各种借口 而这个借口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理烟影 压力大的时候来一根减压 疲劳是来一根提神 社交场合可以一起来一根 增进增进感情 甚至在不少影视作品中 形象气质俱佳的演员们 也会时不时的来一根 看着精致的面孔 吞吟吐物的模样 是不是很容易让人觉得 吸烟是件极具魅力的事情呢 身理烟影视之名为 尼古丁的小怪兽 心理烟影视之名为 借口的大怪兽 而市面上流行的 戒烟方法 都是地球防卫队的枪炮导弹 对两多怪兽毫无杀伤力 以减量法为例 今天抽十根 明天抽九根 越抽越少 最终戒了 作者认为这种方法 虽然能降低吸烟对身体的危害 但对戒烟没有任何帮助 甚至还有反作用 我们知道 身理烟影来源于 停止摄入尼古丁后 体内多巴胺水平下降 所带来的愉悦感减少 你每抽一根 就得重新受一次 多巴胺下降 所带来的折磨 并且你还通过减量 人为拉长 受这种折磨的时间 这不就是在强化身理烟影吗 替代法也是一样 比如通过抽电子烟来戒烟 本身不就是一个 合理抽烟的借口吗 这种方法只会让你的 心理烟影越来越大 看到这 相信大家已经理清思路了 能成功戒烟的方法 其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从根本上 断绝身理烟影和心理烟影 在这个过程中 一切外力都帮不了你 唯有你从认知层面 反复给自己洗脑 才有可能战胜烟影 为了从认知层面 打倒尼古丁和借口 这两只怪兽 作者特地准备了两句咒语 第一句是对付尼古丁的 吸烟就是吸毒 决定戒烟就无需再吸 一旦放下香烟 你就只需要经历一次 因多巴胺下降 而产生的生理烟影 21天过后 他就离你远去了 第二句是对付借口的 借烟并不会让人 放弃任何东西 每当烟影来临时 你就问自己 我真的需要吸烟吗 吸烟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压力 可是我轻松的时候 也想来一根啊 抽烟和压力没有关系嘛 因为社交需要 我不陪他抽一根烟 就会被对方看不起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还有必要跟他交朋友吗 这么说来 抽烟也不是社交的必需品嘛 就像这样 反复去揣摩解构 自己想抽烟的意图 直到最后 你真的会发现 我不抽烟 真的不会失去任何东西 好了 以上就是孟泽 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 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 请购买正版书籍 如果你有看过的好书 想推荐给大家 可以在弹幕或下方留言处 告诉我 孟泽替你讲给大家听 这里是全网最棒的 学习成长频道 孟泽读书 点赞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